一星期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小时过去 始终没等到回复 那时的我 睡也不识 等也不识 盯着手机 睡意全无 我纳闷 不是着急吗 怎么消失了 第二天清早 我被此起彼伏的视频邀请声叫醒 一看 还是昨天那同事 头没梳 脸没洗 眼睛没睁开 要视频 实在尴尬 只能挂断 瞬间对方发来一条微信 亲爱的 怎么不接 你做年终总结的那份模板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今天要交 看着对话框里的那几个探号 那一刻 我真的很想把她拉黑 两次对话 注重N个雷点 原本对这个姑娘的好印象 瞬间荡然无存 现代社会 微信早已不只是简单的聊天软件 更是重要的社交名片 成熟的人 绝对不会像这个姑娘这样发微信 第一 不熟的情况下 不要随便发起语音或视频通话 很多人给别人回信息的时候 是慢性子 等别人回信息的时候 却变成了急性子 不管对方在干嘛 不管什么时间 如果对方没回复 就开始不停地语音 视频 通话呼叫 我知道 你只是想提醒我快点看信息 每当看到这种 夺命连环催的视频邀请 我真的 更更更更不想回了 微信另一头 每个人的生活 有无数种可能 在你不断发出邀请的时候 也许对方正在被窝里 拿起电话 睡眼轻松 也许对方正在电影院 专心观影 无法接通 又或许对方正处于二人世界 私密时间 不便回应 也许对方正在开车路上 无暇顾忌 一切情况 皆有可能 不强迫 是对对方的尊重 一个成熟的人 你为什么问人家 你为什么问人家在不在 有事相求 就把事情简明扼要地发过去 因为很多时候 对方在不在 完全取决于 你找对方干嘛 我不知道 你是要借钱 还是要结婚 我不知道 你是要找我帮忙 还是仅仅无事闲聊 与其让对方 小心翼翼地揣测思考 不如直书胸翼 让对方一眼看到 瞬间明了 实际上 亲人好友之间 无需问在不在 你们的关系 可以直接表达真实情感 同事客户之间 也无需问在不在 寒暄浪费时间 每个人都很忙 不如言简易改 直出主题 少问一句在吗 减少一来一回的等待 既提高效率 又不至于把对方 置于尴尬的境地 第三 尽量及时回复 不要没有结尾 很多人说 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事 是对方秒回 但这世界最崩溃的事 也许是 我秒回了 你消失了 前面提到的那个姑娘 急急忙忙说有事 我回复了 她却掉线了 换位思考 如果是自己遇到 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有很强的失落感 会不会觉得 对方有些不靠谱 人与人的交流沟通 及时回复 是最起码的尊重 如果对话由你发起 或本身是你有事相求 这一点则更为重要 如果有事不能回复 可以直接告诉对方 结束聊天 不必耽误彼此时间 简单回复一句 再忙 稍后细说 胜过毫无表态的消失 暂时不知道 如何回答的问题 暂时没办法 解决的工作任务 如果怕自己转身忘了 可以把这条信息 标记成未读 作为自我提醒 对话是种互动游戏 一个很嗨 一个很丧 一个狂说 一个沉默 都无法形成有效沟通 高情商的人 是既能协调好自己的时间 也能照顾到对方的情绪 第四 不要在对方 不方便的时间谈工作 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姑娘 在这方面 显然有些欠考虑 晚上11点多 一般人可能已经准备休息了 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事 尽量不要去打扰对方 面对客户 尽量了解对方 适合发微信的时间 是几点到几点 尊重对方的休息时间 有急事 微信里先说抱歉 再解明额要地表达需求 非工作日 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事 尽量不要去打扰别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和私人生活 对方不是你的下属 不需要24小时待机 也没有义务随时随地恢复 人与人之间沟通 彼此舒服的前提 一定是彼此尊重 一个人如何发微信 时常会暴露他的情伤和教养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条 微信聊天 还有许多可以避免的雷区 比如 少点高冷 多点温暖 有些人 在微信上 永远冷若冰霜 无论你说什么 他的回复都是 其实很多时候 多打一个字 态度会相差很多 一个简单克制 冰冷程度堪比收到 一个则暗含情绪 表达欣然接受 甚至让人感到嘴角的微笑 同样的文字 可能传达不同的语气 文字不会说话 对方却善于解读 为了减少误解 微信聊天时 尽量在文字中 表达自己的态度 比如 如果一定要简短恢复 最好有标点符号 语气词 或者使用一些表情 好的 好的和好的 好的和好的呀 好的和好的 一字之差 感官天差地别 再比如 多点真诚 少点群发和套路 春节拜年 一条群发的短信 不如一个简单的 某某某新春快乐 各种精彩的段子 不如一句 好久不见 我想你了 群发的内容再精彩 也会减少沟通的温度 群发的对象再多 也得不到几个走心的回复 哪怕是微商 广告 这种毫无灵魂 直接复制粘贴 或者用二维码的群友 也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真的想宣传自己的产品 不如用心编辑一条 带姓名的定制的信息 也许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微信里还有一些人 特别喜欢发 朋友圈第一条 请点赞 帮忙砍一下 贵求转发之类的内容 常年不联系 对话框里 全是这些垃圾信息 试想一下 如果对方是你 会不会想要删除消息 朋友之间讲究你来我往 而不是只能群发的利益工具 我可以帮你 但不要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 有人说 发个微信而已 考虑那么多也太累了 可是这个时代 我们与微信相处的时间 几乎超过了面对面的时间 小小屏幕间传递的力量 不亚于我们的嘴与眼 很多时候 我们在微信上经常联系的人 也许与我们只有一面之缘 我们对彼此的印象 往往是那一条条 简单微信往来的总和 因为工作原因 加了个编辑姑娘 每次有约稿需求 两条微信之内 必然说清楚来意 无论是否合作成功 语气都非常客气 有时候改稿子反反复复 心里很急躁 但是每次和她交流完 都觉得轻松很多 如果有事相求 也会第一时间发红包 无论大小 都让你觉得心里很暖 虽然没见过面 但每次和她沟通 都轻松顺畅 心里认定 她是一个高效靠谱 事与合作的人 其实 人生本来就是 由无数个细节构成 很多看似 无关痛痒的东西 长期累积下来 就是你在他人心中的人品 沟通市民学问 聊天需要分寸 新媒体社交时代 成熟的人 懂得尊重别人 更能在微信聊天中 为自己加分 不要小看 那一次次的点击 你的情商 都藏在微信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自观子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